烧烤店内惊传斗殴 只见蓝一男掐住黑衣男衣领 把人推了又推 夏淼双方大打出手 旁人不断劝阻 但两人打到忘我 根本没在管 蓝一男拳头如雨下 疯狂往死里打 朋友也不甘失落 拿出刀子恶狠狠狂辉 夏淼一群人瞬间往外冲 竟然是因为这个斗殴雷台 瞬间枪声打坐 就很多人在那边吵啊 打架啊 吵一吵以后就有听到枪声 原来坐在机车上的男子 见到朋友被欺负 立刻总机店内偷枪 框开三枪 但对方也不是好惹的 马上冲出店外吵家伙 店内店外球棒甩棍 起打架 警方到场将蓝一男等五人压回 而开枪黑衣人早就跳上车 逃之夭夭 原来三号深夜 三下这名黄信债主 和江西男子相约巧十万债务 双方各带人马 想不到谈判破裂 不仅斗殴还砸车 这样男朋友看不下去 狂轰三枪示威 基本局出动快打警力 立即逮捕奖方主任 并且锁定开枪嫌犯身份 警方漫城围捕 丝毫一早终于在树立 逮捕张男和黄信枪手 要征续离弃开枪动机 不过犯嫌全都不单纯 不仅黄信债主有天道蒙背景 而朱镇同伙及倩钱男 也都前科累累 斗欧开枪全被法办 记者杨洁黄玉岚 曾不斗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